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幫你和你家人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第二集講果後生竹 是 那是1995年 鑊洛貝爾生理醫學獎提名的哈曼博士說 腦化和疾病都是由自由基組成的 胡蘿蔔的抗氧化能力是200 山竹是17000 山竹的山竹是抗自由基 抗癌抗發炎抗敏感 預防心血管疾病的生性 維熱帶雨淋 是人類藥用植物的保護 下了最好的註解 那袁醫生 那你上次提到山竹 是有這麼神奇的醫療功效 那實在太神奇了 那可不可以具體一點 和我們講一下有什麼例證呢 其實是否有些醫生 自己用山竹去醫治自己呢 我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我們有很多資料 都來自這本書 這本書是一位台灣的台大醫學 和一個黃群光醫師 和一個黃群光醫師 那幾年前都很久了 我想差不多十年都有了 那我去台灣去參加一個 自然療法的講座 的大會 那我坐了一下 有一位這位黃醫生 就走到我身邊 就送了兩本書給我 那其中一本就是這一本 山竹果和生命自然醫學 那我都納過一下 我有沒有很詳細 那我最近呢 就再再看過之後呢 就覺得呢 裡面的資料呢 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我經常講 醫食同源 那大家估不到呢 其實呢 真真正正醫治的工具呢 就是我們大自然已經存在的 那個食物 譬如山竹果 那還有很多的所謂的那些野草 譬如包括大麻 那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醫療工具來的 那當然啦 因為這些天然的工具呢 經常都被打壓的 那我也都看到了 現在一個趨勢呢 其實很多有效的自然工具的產品 尤其是維他命 抗蜜鹽呢 有些特別的草藥呢 其實已經被 就是在所謂的那個 官方呢 是已經打壓得很厲害的 那我相信呢 他們很難呢 是打壓一些食物的 那所以呢 可以這麼說呢 慢慢地迫使我們呢 就要盡量呢 在食物那方面 發掘一些很驚人的 醫療效果的食品 那就是山竹 山竹果 那我相信 沒有一個政府 有任何可以的 藉口呢 就可以打壓山竹果 是那個生果來的 是那個生果來的 是吧 那最多就是做 正成果汁咯 那你怎麼可以打壓呢 那好了 我剛才問得很好的 因為呢 我剛才上一集呢 我們說其實很多很多 醫療的 驚人的那些 那些疾病呢 原來山竹果汁呢 都可以有具有 很好的醫療效果 那但總之呢 就是可以這樣說 有一種說法呢 就是難以置信 因為好得這麼焦乖 是不是真的啊 那其實呢 在這本書裡面呢 也都有很多案例 我相信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 這些案例呢 就會令大家呢 是對這個工具呢 是更加有信心 這個案例呢 是由一位美國的 一位自己 一個精神治療師來的 可能是psychologist 我不是很知道 他背後是否一個 精神科醫生呢 但他自己也是一個 行醫的人 叫做Sai Leona MC 那他講呢 是講那個 他說我和你分享的 山竹呢 幫助我很多忙 譬如我自己有 多化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小疑麻痺 後胃症 骨的關節炎 胃食道 液流 和神經筋壓迫 這叫很多病 他說呢 我在2004年7月1日呢 就開始喝三粥果汁 經驗就像這樣了 科學的證據呢 我自己的專業訓練呢 那對於利用一種果汁來治療 我這種這麼多疾病的人呢 我一定要找到可靠的證據 那我找到的科學資料是很多 而且非常之深入 那過去30年來呢 陸續有些報告 就是研究報告出爐 那製糧了 他怎樣用呢 他說我初初時候呢 我每天喝三次 每次喝30cc 那當時呢 我就不覺得呢 就是這樣的飲法呢 對我的痛症有任何減輕度的 因為我以前用一些 Oxycontin 或者MS-coldin 那些這樣的 那些媽啡的製劑來止痛 是很重的 那當我劑量呢 將這個 山竹汁的劑量呢 是加到每天180cc 即每天三次 每次60cc 即是雙倍 他初初用的份量呢 他開始感覺到很快速 明顯的改進了 他覺得呢 上幅呢 好像有一種好轉反應 即是說呢 上幅呢 劇痛了成六個小時 接著就完全不同了 那我當時我認為呢 我自己身體 是進行了一種叫做排毒反應 那我在自然醫路 經常都好說 叫做好轉反應 好了 那他自己有一種叫做 胃食道逆流這個問題 他自從1985年開始呢 就一直困擾那個胃食道了 就消失了 那過去六年來呢 他每天晚上呢 都要吃好一些Plexic 即是那些抗胃藥 那到2004年7月10日開始呢 他就不需要再吃那個胃藥了 那你記住呢 他在2004年7月1日開始喝山竹 喝了10天了 喝了10天了 那就不需要再吃任何胃藥了 他說我現在呢 什麼都不需要吃 什麼都可以吃 包括是番茄汁和朱古力 那這種食物呢 過去呢 是最容易引發他胃食道逆流的食物 那他曾經說止痛 他初初用的份量是未足夠的 那他說呢 他自己呢 止痛呢 是痛感減輕 他原來是1998年開始 就已經食用止痛藥的 那有即是不希望去減量的 他用了七個月的時間呢 逐漸用的媽啡用量呢 是每日二百三十個mg 選到2004年1月26日的時候呢 為了零 他記住呢 是7月1日2004年就是1日 那到2005年1月 那大概都是半年左右 下六個月左右 他將那些媽啡 他在吃飲 是媽啡 不是普通的止痛藥 不是阿士不靈 那些媽啡很厲害的 那他說呢 三粥果汁呢 其實透過兩種機制 是舒克的痛楚的 第一 在2004年6月的有一份 的可物呢 就叫做 分子藥理學的期刊 英文叫 Molecular Pharmacology 那他其中的文章强調呢 三粥果的山童 的Xenfin 是能夠抑制Cock Su的反應 Cock Su的反應呢 是導致紅腫熱痛發炎反應的 最主要的因素來的 那可以這樣說呢 很多人都認識到Cock Su的抑制藥劑 因為Cock Su是導致這些紅腫反應 那所以很多呢 我叫做Cock Su抑制藥劑 叫做Cock Su inhibitor 抑制它 譬如Viox Cerebrex 這些都很流行了一段長的時間 那同時呢 亦都抑制了Cock 1的反應 Cock Su反應呢 跟Cock Su不同的 其實它保護胃的作用 保護小腸啊 腎臟啊 那山竹的山童呢 是不會抑制Cock Su的 因為Cock Su是保護Cock Su 是導致問題的 那所以那個山竹裏面的山童呢 不會抑制好的Cock Su 那能夠讓Cock Su反應呢 持續作用保護 所謂 就先所說的那些 胃啊 小腸啊 腎啊 那就是說呢 那這就是導致它的胃 食道 逆流 這麼快就好回來 那種作用呢 就是 將你不好的東西抑制 好的東西呢 就不會抑制它 好了 那它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多發性的硬化症 是吧 山竹裏面的山童呢 有很多有效的解除它 因為多發性硬化症 所引起肌肉的僵殖 多發性硬化症 影響到脊椎啊 腦幹和小腦的 因而引發肌肉僵殖 就很不容易呢 是使用一般的 止痛藥啊 或者肌肉鬆弛 來克服得到的 那麼 那它有克制酷素作用 以及抑制前列腺素 E Proxycantin E 山竹 山竹果的山童呢 在這方面特別有效的 那麼好了 他說他還沒喝山竹果汁之前呢 他的背啊 肩啊 胸啊 非常之緊張的 那麼他經常保持要向前30度的彎腰 駝背的姿勢 嗯 坐和站和坐呢 都要腳尖這樣向前傾下的 那麼突然之間呢 在2004年8月了 你記住啊 他7月1日開始淹了 淹了一個月 一個月了 他發現自己竟然可以企直 哇 之前呢 就要用手碰一碰那個胸骨 就感覺到劇烈的痛 然後那些拳頭敲的胸 都不會感覺到痛 一個月而已 過去三個月呢 在阿里桑拿州呢 發生過幾次的暴風雪 那以前我都因為這些 這樣的小小的氣候的氣壓變化呢 身體很不舒服的 那可以預測到呢 什麼時候呢 暴風雪會來臨 比那個氣象報告還更加準 那但是 今次失靈了 他說呢 根本完全沒有了 沒有受這些氣壓的影響了 那他還有呢 原來他有減肥啦 安眠啦 還有高血壓和精力方面也有好 他說呢 在初初喝三粥果汁的頭八個禮拜呢 他居然減少了十三磅 哇 哈哈 八個禮拜十三磅 每一個星期 沒有磅幾 磅半 這樣 甚至於呢 我第一次能夠平餓 睡足四個小時 都不會 比以前更加精力旺盛的 那當然呢 他可能呢 就因為他停了吃那些孖啡啦 對吧 但是知道呢 大部分的飲山豬果汁的人呢 都普遍反應呢 精神變好了 更加有精力的 那這都是大家公認的事實 就是他睡了四個小時已經夠了 血壓方面呢 就變了正常了 然後他由一百六十九十 降到一百零六十 差不多是低到低了 好了 那他本來呢 他還要計劃呢 研一下自己的膽固醇啦 那因為他知道呢 山豬果呢 會將壞的膽固醇降低 而提升好的膽固醇的 那他的問題呢 就是反射性的腫痛和肌肉僵直 他原來呢 由於多發性硬化症 影響到脊椎神經 影響到座骨神經 而導致小腿肌肉僵直 飲了三粥果汁之後呢 這個程序就完全改善了 糾纏了他二十五年的 會陰肌肉僵直 都消除了 那聖誕節呢 他居然可以一連三日呢 都本代客人 煮兩餐給七個客人吃 而且一點都不感覺到痛 和精力透支 他說呢 這個是我這麼多年來呢 覺得最開心的聖誕節 好了 到2004年呢 十一月了 這個是說說他吃了 喝了那個山粥汁幾個月了 他就去鹽城 鹽湖城那個參觀會議了 一天要走幾英里的 在喝山粥汁之前呢 他沒有辦法 一百英尺都走不到 一百 好了 那自從1980年開始 原來呢 他一直呢 就在有一個叫做 殘障開車的執照 他屬於自己殘障人 那就是要泊車 要泊得近一點 因為他走不到路 現在呢 我已經不用用這個 殘障停車位了 將這個位置留給真正需要的人 還不止說 當然呢 當在過年的時候呢 他還可以跳一些叫做 Cutter Bar的膠製舞 連續跳了15分鐘 這個改變呢 對我來說好像魔術一樣的 那這個是幾個 只不過每天都是喝一百八十個CC 山粥果汁的結果而已 哇 真的很驚人啊 驚人啊 好啦 那他說呢 那當然呢 他說他強烈 也就是建議 所有有發炎病症 或者其通 有些不舒服的 任何的病症 都可以喝三粥果汁的 那當然呢 這個始終不過我自己個人經驗 我沒有辦法 保證每個人都好像我這麼好的效果 但我也很抱歉 鼓勵他試一下 做個親身試驗一下 那他有一種道德的使命感 他自己感覺到呢 他要分享山粥汁 給一些肢體上或者情緒上有問題的人 他每天由早上到晚上呢 都是敢夜上帝 將那位山粥的山粥汁那個 是介紹到給他 給他 給他認識的 那好了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案例 那第二個案例 這案例 全部都是醫生自己的 那這位醫生呢 叫做Albert Miller MD 是家庭醫學科的醫生 是美國人來的 好了 那他在2004年8月呢 就開始呢 就收集山粥的資料 那就是讓大家了解一下 山粥的資料已經很多 很多年三十多年 一直有研究的 以前從來都沒有聽過 什麼山粥或者山痛的 那所以呢 他帶著很興奮的申請 可以研究了 因為他的預防和康復是他醫學的專長 那他的Matscape的網站呢 Matscape的網站呢 Matscape是招門為醫生的 有超過四十種的山童 大部分呢 都陷於果皮內 記住啊 果皮更多的 那將來如果大家用氣的時候呢 記住呢 可以將果皮呢 浸水 來將果皮的物質呢 是提出出來的 OK 好了 那 很明顯啦 就是這資料這麼多啦 那他沒有辦法 全部看完的 千幾千多 那他只不過呢 將那個 搜集的方向呢 集中在哪裏呢 關於抗氧化的效力啦 關於抗炎症的效力啦 關於抗菌的效力啦 還有呢 抗流腫 腫瘤的能力 那他呢 就開始呢 將山竹質呢 成為他事的重要部分 那當然呢 開始自己喝啦 還有 開始呢 叫病人一起飲用 那他的病人呢 他是一個家庭醫生來的 那雖然呢 大多數有病痛啦 那他呢 原來希望呢 正如那個科學文献所一樣呢 他可以希望呢 可以看到一些改善的 好了 那他怎麼做呢 他初初實現之中呢 他有五個病人 那還有他的太太 和他自己開始的 那當時呢 結果十分十分之驚訝 尤其是對這些 那個對抗炎症的效果呢 他 令他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他飲用第一個月呢 他開始呢 有效減低關節腫脹和腫痛 接著下來呢 他將山竹埋 山竹呢 推薦其他有不同症狀 和患病的患者 最初針對一些免疫的疾病 譬如 雷風濕關節炎 紅斑狼瘡 還有牛皮屎 在臨床實現的時候呢 都有十分滿意的改善的 那他應該將這個的實現的結果呢 那譬如他可以降低紅血球的沉積速度 這個Z-ray 那這個紅血球沉積速度呢 是反映過炎症的程度的 那還有呢 去看一下抗核性的抗體 抗核性的抗體的要素 客觀地呢 就將他記錄在檔案裡面的 另外呢 患性皮膚病啊 而濕疹 很多人有的 還有皮膚炎呢 那很多病患者呢 都感覺到有明顯的改善的 那而且患有些前列腺的流腫的男病人呢 他呢 他以前呢 每晚呢 要起床要摸很多次的小便的 現在晚上的小便次數減少了 那還有呢 我們知道呢 前列腺有叫特異性的抗原體 叫PSA PSA 有一種在發液 在那個血液裡面可以 可以檢查得到的 那他發現呢 在這種 在這些病人裡面呢 那PSA呢 在那個血液裡面呢 都含量都減低了 好了 那對於關節炎啊 和纖維扭來講呢 雖然有些人呢 就沒有 雖然沒有完全康復啦 但是也有明顯的 好的改善的 好了 那還有呢 這位醫生呢 就同學說呢 他有一位83歲的老婦人 患有嚴重的腎臟功能敗壞 那他那個呢 是基酸 基酸鋼呢 就是Creatinine 基酸鋼清除率呢 只剩下24 那麼 20是最低的了 他剩下24 那麼 在飲用山竹果汁 一個月之後 一個月而已 他那個基酸鋼清除率呢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 所謂下 上升到49 嗯 那這些遠遠超過呢 是最低的水平了 那也都發現呢 他很多患了他們 腎臟功能有的病人呢 都很明顯的改善的 那很明顯呢 就是他們用了之後呢 他們依賴那個利尿劑 那個依賴呢 是大大減低了的了 好了 那說回來自己啦 喝了山竹汁一年之後呢 骨蜜度 從很低的水平呢 提升到中度的水平 那對他來說很驚喜啦 那他也都製作他紀錄其他病人的 骨質方面的改善呢 骨質的改善呢 是當然會慢慢來的 但通常一年到一到兩年的檢查一次呢 那他相信呢 就 你會看到那個改善的正面的結果的 好了 那如果經常被人問呢 山竹對我們最大的健康的效益是什麼呢 那如果你 令到你更加驚喜的話呢 就找一些所謂 免疫系統疾病的病患者來試一下 免疫系統疾病是沒得醫的 原來西醫來的沒得醫的 那他也都相信呢 其實很多疾病呢 今時今日呢 都跟免疫有關的 那或者會直接跟他間接他們呢 就跟過多的氧化作用呢 即是不受控制的發炎 有很多其實病就是這樣 是嚴症 不同程度的嚴症 那人體的免疫 那人體的症狀有極大的關係 好了 那 他認為預防疾病呢 是山竹最大的益處了 因為呢 山竹在這幾方面的層面呢 都有十分之重大的影響 可以說我社會上唯一 最強的預防性的輔助品 那我吃在山竹汁的時候呢 我仍然當然呢 會繼續吸收其他維他命 軟和抗物質 那但是呢 除了這個之外呢 他也是一直推薦那個山竹汁的 醫生你剛才也提到呢 原來山竹汁可以處理過敏的症狀 那其實牙周病呀 過敏症有沒有什麼實例 跟我們說一下呢 那這本書呢 亦都記載了一位牙科醫生 在美國的 Chorizon A. Balin 因為DDS就是一位牙科博士 那他自己說回自己的經驗 他說呢 他自從呢 是移居去另一個城市之後 那他就開始幻想了過敏症 咳了成三個月 完全沒有任何康復的跡象 那這些嚴重的影響 他的工作和他的生活 那檢查之後呢 報告告訴他呢 原來他對草呀 香煙呀 還有貓過敏的 那當然啦 這些過敏令他非常之挫敗感 那這時候呢 他的朋友呢 就送了一瓶山竹果汁給他 那當時呢 他還沒對這個山竹果汁 沒有什麼留意的 那但當他的那個過敏症持續 那他那個 那他那個 他自己的他自己的他姐姐 那他就開始呢 對這個山竹果汁呢 有一些了解了 那他結果呢 他看到的資料是很正面的 那他當然他相信他的姐姐 那他自己開始喝山竹果汁 不到三天的時間呢 那他咳嗽停止了 他感覺到非常之正的 那還有呢 他改善了他的生活 和他的健康 那再喝了果汁 一段時間之後呢 再進行了一次的試驗 他就像他赤著雙腳在地上走 就用雙手拔草 結果沒有任何產生過敏 因為你知不知道 他對草都敏感的嘛 那這些山竹果汁呢 果然改善了他的健康 他也都覺得感覺自己更加有精力 那自從他有山竹果汁之後呢 他不再對未來感到恐懼了 那很明顯了 我現在就開始介紹給很多病人 那他發現呢 原來很多病人 因為牙醫型嘛 原來很多是牙周病方面呢 他都有很好的反應 那大家知道了 牙周病 其實很多病都是嚴症的嘛 牙周病就是牙足發炎 那山竹果汁都非常之好 好 那再跟大家講的另外一個 就是糖尿病 是不是 糖尿病很多的 很多人有的 那這位呢 是一位美國的 又是美國的 路易士安拿州大學醫藥中心的 虎科主任 OK 虎科主任 那他就說呢 他有個同事呢 就把山竹室介紹給我 那當時呢 我肩膊腫痛的有這個毛病 那有醫生說呢 山竹或者可能可以超常這個痛楚 那看來可能真的幫到我的 因為呢 我花了六個星期的時間呢 才感覺到肩膊就不一樣了 覺得比以前更加有活力了 在應付壓力和補充 因為睡眠不足的精力方面呢 他山竹有很大的作用 那他自己爸爸呢 這個醫生呢 這個苦科的主任呢 他說他爸爸都有第二型的糖尿病的 那我就要他喝過大量的山竹果汁 21日之後呢 他再大量才21日 然後呢 就再成為普通的份量 那普通份量 我剛才所說 30cc 一日三次 大量就可能60啊 90啊 那樣 他喝用山竹果汁兩個星期之後呢 他已經感覺到開始有變化了 開始嘗試呢 就停止糖尿病的藥物 現在糖尿病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 那他當然呢 他非常之珍惜這個山竹果汁 那他自己媽媽呢 之前呢 也都有膽固醇過高的問題 那自從喝了山竹果汁之後呢 膽固醇已經降了到60 那就是很明顯 山竹果汁呢 成功地呢 將他的膽固醇的指數呢 維持在正常的那個範圍 那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轉頭回來繼續治療法語理 綠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 和飲品 環保家居 及個人用品 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綠創意健康店 電話 28824848 網址 3W.H-E-A-L-T-H-S-H-O-P-DOT-COM-DOT-H-K 回到今集第二節的治療法語理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是果後山竹 剛才袁醫生和我們提到有很多案例 那可不可以再和我們分享多些呢 好了 我接著這位是有在美國的 因為這本資料很多是美國的研究 這個叫Robert C. Stone 是一個骨科醫生來的 他自己說 他說他經過自己十年的研究 相信山竹本身所擁有的抗氧化和抗炎性的特質 有助於預防以下五大疾病 預防性治療 心臟病 癌症 中風 肺炎 和糖尿病 好了 雖然山竹很甜 但你也不用擔心 他就可以幫你預防糖尿病 他說他自己結完 他已經開始了 他好像有一次他小時候 就整班人是游泳比賽 知道大家就可能贏了 那些隊伍的人就很喜歡在那裡玩 將人扔落 推落池中 當時他被推落池中 剛好從水池起床的時候 有另一個人就直接就推了 落了他的頭頂上面 很明顯他頸和背後上半截 以後一直帶來很大的痛楚 他當時只有十四歲 當時用阿時不靈 是唯一可以幫助他的藥物 他每天都要服用 結果不到一炎的時間 就開始感覺到藥物的副作用 胃炎和食道的液流 他接下來的十炎裡面 他根本沒辦法找到任何可以減輕 胃痛的藥物或者副作用 他可以看到 他的問題是哪裏 是藥物阿時不靈做出來的副作用 他又要依賴阿時不靈 阿時即是一種藥制造另外的病 再找不到另外的藥物 可以幫助他第一種藥做出來的副作用 好了 他跟著十五炎裡面 他用過了市面上最強的胃藥 有些藥都有少少作用 但他覺得好像成為這些藥物的奴隸 他同時就成為在痛苦裡面 他痛楚從來沒有離開過他的 每天晚上都要服用藥 否則到零常兩三點就會痛醒 他自己都忘了有幾多次 他跟夜媽痛醒就趕快跑到24小時的便利店 7-11買那些急救的藥物 來對付他的痛楚 十五炎 好了 接著他又有朋友 就把山竹吉汁介紹給他 他自己用了之後 他的胃部問題解決了 他未用山竹汁之前 他花了六個星期的時間 是了解這個水果和營養成分的研究報告 你記住他自己是急救的醫生 雖然也是一種果汁 始終作為一個醫生 他對他的球之肉都很強 他想到底是嗎?這麼好嗎? 他自己研究了 他研究了之後 六個星期研究了 接著每天早上飲用45克山竹果汁 8天之後他已經看到他的效果 通常他每天早上飲用藥物 放在水裡放在床頭櫃 因為他一定會用得到 但到翌日晚上淋睡前 突然發現他昨天早上飲用藥物還在 原來他昨天早上沒有用過這種指導藥 他說的是他用了8天之後 八個月過去 他已經開始感覺到 不需要再受到任何藥物的束縛 同時也不需要冒險 八種的副作用 藥物有整個八種副作用 症狀完全解除 他說這是二十五年來第一次感受到的 他也相信 他的胃酸液流救了他的命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 他根本不會有機會喝到山竹汁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死了什麼病 心臟病、癌症、中風、肺炎和糖尿病 他自給自己是因為有胃液倒流 導致他開始研究山竹汁 結果原來山竹汁有其他更好的研究 剛才所說的五種病 他說有三分之二的人 死在五種病 山竹有強而有力的抗氧化和抗燃特性 他相信自己已經減低了 患上五種病的機會 好了 又有另外一個例子 大家聽過前列腺癌 和男性很普遍 年紀越大,機會越大 還有高血壓 這個也是一位美國醫生 阿摩托特特拉 一個美國一般的普通科學醫生 他說他自同發現山竹對人體功效 他決定在病人身上 嘗試用山竹果汁 他看到是戲劇性的效果 一個結腸癌的病人 同時患有高血壓 山竹果汁在病人身上 得到令人驚嘆的效果 原來很多關節炎的病人 痛症都減少了 當中患有美其前列腺癌的病人 他被判斷只剩下三個月 但在山竹果汁之下 他因燃之後還沒有生生 他到今時今日都過得非常好 即是可以這麼說 美其的前列腺癌都能持續 好 另外一個案 美國一位植植植植 是Dr. Kenneth Bincer 他分享 当然,山竹汁对骨落的益处 因为脊鱼来说,很明显要处理这种关节的问题 几千年来,东南亚人都在特定季节吃了合时的山竹果 美味可口和保健的价值 不单是卓上的一个性质 对于肋疾、传染病和炎症的病痛都有很好的效果 因而两次,在这些地方的老天市场 我们去马来西亚,肯定都看到山竹汁流年在一起 很多人会用山竹果肉来吃 而果皮是在治疗上的 原来果皮的山竹含量更高 所以大家有机会买到山竹果 记住,果皮可以煮水或者浸水来饮溶 或者是炸汁 虽然果皮是比较多的 但有些炸汁机是比较压炸性的 也很强烈的压炸性 譬如我们公司健康店叫Champion Juicer 在我们公司也收购了很多年 好了,原来在山竹 在1970年已经开始有人研究 最初是针对植物化化学的物质 即是山童 但是山童在生物学上具有疗效作用的极物质 当时的研究也是研究山童 山竹,我刚才所说 是含有四十多种山童 大概我们所认识有二百多种山童 一般的植物是有七种八种 但山竹是有四十多种山童 好了,因为它自己是有位脊椅 所以山竹对身体骨落的益柱 它比较有兴趣一点 其实所有的有关骨落的病痛 都会牵涉到一种情况 就是发炎、炎症 当我们的细胞组织受到损伤的时候 人就自然产生一种叫做前列腺素的荷尔蒙 这种荷尔蒙就会导致发炎和肿痛 过程的煤界就称为一种叫做Cox2的煤 那製药压厂就花了很多的力量 是制造一些抑制Cox2的抑制剂 以企图消炎和痛厂 昨天所说的例子 例如Cerebrex、Virus 结果发现这种药物是导致很多人心脏病 死了很多人 最近已经差不多禁用了 1981年 它自己在Hawaii玩冲浪的时候 脊椎受了重伤 但是它被抛离在冲浪板的尾端 整个身体是弯曲了 背部有四个地方断裂 那你想想 过去20年里面 脊椎治疗的帮助之下 它还可以过一些稍为正常的生活 但是因为骨齿的持续恶化 和脊椎部分的因为受伤退化 入抑严重的痛楚是不断困扰它的 它一杯小小杯的30cc的山竹果汁 对我影响 对我生活 对我的事业 它自己一位脊椅 有起了重大的变化 它将这些产品引入了它的诊所 推荐给它的病人 它们都经历到不可思议的效果 它从来没见过一种 那么大有力的天然水果 它当然可以独立发挥 其他许多草药的工作 由于它的经营效果 它自己每日持续每日都喝山竹果汁 从此都不会再感觉到任何痛楚 它已经不需要受其他药物的束缺 它是这个案21年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的 即是不需要靠任何药物西药 它自己再做对山竹做的研究 它让它坚信 其实它可以终止山竹 可以终止人体细胞的慢性炎症 它也发现山竹的病痛 对病痛是最佳的预防物 也在植衣的按摩界里面 预防当然是更加重要的 另外一位叫做 Dr. Sam Walters 他原来是自然疗化医生 他自己也具有生物学的碩士 他主修在美国是修人体营养学的 好了 他自己这位 Dr. Sam Walters 他自己三十年来 一直为很多公司配制一些各种产品 包括药剂公司 即是西药和营养产品公司 他一直找一些与众不同的生产品 他结果发现山竹是他所见过强大特殊疗效的植物 其实现在很多药物 其实都是用它天然的成分 山竹本身拥有很多天然的物质 所以它的效果已经获得证实 根据现时的趋势 四分之一的美国人都会有癌症 其实不止的 最近我们的最新资料 癌症是每男士 每2.3个男士 每2.6个女士 在一身之路会有癌症 当然 其实真真正正最有效的方法是预防 三粥是一个强力的抗氧化剂 它的果皮包含了四十多种的山童 现在在实验室里面 其中一种已经被证实有效对抗乳癌 肺癌 肺癌 胃癌 和白血病的抗氧化剂 即是四十多种山童 其中一种已经证实了 实验室已经证实了有些效果 其实很多我们的经验都是 这些癌症病人 找得我们都是属于第四期 通常被人判断 还有很短命 还有三个星期 八个星期的命 他经常有这种情况之后 都发现是一个经营的效果 有时候真的可以说起死回生 好了 那么山童这么好 另外一位美国的 叫Dr.Less Berenson 一位内科医生 他发现 预防医学是他过去二十五年来 他专注的 他用整个的事实生涯 都去研究有关营养学的一切 他当他听到山童湿的时候 他当时都是保住非常之坏的态度 一种水果 怎会对人体的细胞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但是他也意味着 深远的影响 于是乎 这位Dr.Berenson 这位内科医生 对山童追寻了研究 而他发现 他非常惊奇 和惊讶 他说 原来身体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器官 都可以获得改善 即是说 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 可以这么简单来说 真的可以临于把病 他提供从而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康复 他翻译了很多科学的文献 结果翻译超过了130种文献 是指示如何用这个水果 这种科学实验的研究报告 是足够有成两尺那么厚 尤其在有些独立的医药 和药剂大学的实验室里面 是没有任何的商业机构 研究津贴之下完成的 这就是没有其他利益的因素 是很独立的 通过种种的证据 科学的验证 证实了他们看到的山竹汁 就是他25年来 找到那么久 梦寐以求的一个完整的医疗辅助品 他说 如果能够将这个东西 给他所关心的人分享 是非常之开心的事 好了 另外给大家一个案例 我现在所说的 全部都是医生 这位是心脏麻醉科医生 又是美国的 他说 我自己一位心脏麻醉医师 在医院里面 一位心脏外科医生 就将这个三竹汁介绍 他这位心脏外科医生 就介绍了给这位麻醉医师 他说 他自己这位心脏外科医生 说 他自己开始喝了三竹果汁之后 他每晚都睡得很好 那早上起床也觉得非常之有活力 他自己身体也体验到一种健康上的益处 包括血脂肪 血压降低 那医院里面 使用那个山竹果汁的医生 护士和其他行政人员 超过过百人 哈哈哈 很多医生都懂得用 他每个人都说 他每晚都睡得很甜 早上当然睡得好 翌日就轻松有活力 那他也都称到 这个是一种降低了 风湿病 关节炎 以及带来发炎的痛楚 有些人的审人仔 又有湿疹 那他几天之内 就已经看到明显的改善 那有些人的家人 有自己的伴侣 有第二型的糖尿病 那他发现他血糖会降低 也都减少对药物的依赖 那很多时候 即是曲 他也都有人发现 山竹质帮助他们降低的体重 这个不可思议 因为大家喝过山竹 吃过山竹 是很甜的 那应该糖分也挺高的 但是呢 虽然是糖分高 所谓糖分高 对糖尿病非常之有用 而且降低他的体重 那他自己有五位患有抢炎的人 病人都明显改善了 好了 再比 又是美国的 Dr. Sherman Singleton 一位美国的医生 那他是一位 疑科皮肤科医生 就介绍了山竹给他的 那他自己的女儿 皮肤就好像蠶丝 那么幼嫩 对任何东西都极度敏感 那他当然有严重的湿疹 那他当时这位医生 因为美国的医生 他自己的女儿 他只能够用一些 他自己都不是很满意的 一般西所用的疗程 在治疗濕疹 他们的类固醇 是主要的治疗药物 但是知道 长期用会令到非常危险 所以他也不如 让自己的女儿 试试生粗汁 那么他发现 五天之内 濕疹完全消失了 他说 这个是我他自己 第一次见到的 那你自己记住 这位是个皮肤科医生 自己的女儿 有濕疹 好了 那他自己开始 又喝这个果汁 但一发现 就变成了自己 更加有精力 睡眠的品质改善 那他还可以 对付压力 更加容易对付压力 那他觉得 他说 生粗汁 将他们的传统医药的习惯 改变了 那就是 开始更加注意 那个预防 那其实可以这么说 不单止预防 其实 简直是可以作出 即是有效的治疗 好了 另外一位 是苦科的 腫瘤科医生 来的 Dr. James Granham 由美国 他说的案例 是关于 关节炎那方面 他说 他自己人生 走到一个黑暗点 就是 一定要放弃 身为癌症外科医生的生涯 为什么呢 原来 他自己的 膝盖 关节 和足果 膝盖的关节 患了关节炎 他怎么做手术呢 是吧 经过了 关节镜检查之后 他说 他原来 膝盖 关节 大部分的 软骨已经消失了 走到的时候 可以这么说 是骨头磨骨头的 当然非常之痛苦 开始利用很多传统的药物 例如 抑制剂 三个月之后 很明显 胃就开始癒痒 因为这些是那些 那些药的副作用 连红血素 都跌到六 正常值 应该是十三点二到十七 可以说是贫血 因此 他就要送入一些 特别的治疗室 进行一些内规计 主血手术和输血 很明显 这些确实的抑制剂 令到他围出血 失血 好了 在那个时候 有些人开始说 有些民间 有些不一样的方法 可以试一下 他自己有些 那些卵巢瘤癌的病人 在进行化疗的时间 表现得非常之好 初时他没有留意 最后他告诉他 他原来 这位病者 他自己一天 是用90cc 生猪果汁 即是说 虽然他可能 进行化疗 但他一直 是喝着90cc 一天喝90cc 即是三次 每次30cc 其实 这个剂量 是一般性的剂量 但有些时候 大家可以用多些 效果更加好 他开始喝了三天 真的感觉到不同了 他说 他以前的病情 一到晚上 回生的时候 都很痛醒 现在他可以安心 睡一整夜 早上起床 都觉得很好 于是他也取消了 伤残的申请表 原来他打算 自己成为伤残人士 于是他发了很多时间 有关的山竹汁的医学文献 他坚持 这是非常好的东西 非常值得尝试 袁医生 刚才和我们提到很多 例证 其实都是外国医生的 亲身经验 其实山竹汁 有很多的疗效 包括了 肾脏被尿道的疾病 过敏症 风湿免疫疾病 癌症 心脏血管疾病 各种的炎症 消化系统的疾病 皮肤病 甚至糖尿病 失智症 亚尔海蜜症 和柏金筋 儿童的自闭症 憂鬱症等等的疾病 都可以治愈 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会请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好的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